哈啰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院2月21号的更新细节重点 那本支影片主要讲的内容就是开发者信函 还有周末礼包制作的相关内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开发者的信函 他会在2月21号上午10点的时候发送给全体的韩国玩家 里面主要是讲到官方要改善游玩环境还有他的便利性 游玩环境他更新了召唤物尺寸的大小调整功能 第二个是新增了在死亡的时候恢复经验值后 可以额外的选择是否要恢复HP跟MP 便利性的部分他第一个更新的龙珠可以存仓 第二个是所有的补充宝石都调整为零重量 第三个是可以删除部分的溶解剂 最后一个是新增娃娃还有圣物的探险批量 提收跟重启的功能 我们看一下他第一个便利性的内容就是龙珠存仓 可以存仓的龙珠有一般龙珠 解谋商店龙珠 绑定龙珠 解谋突袭的龙珠 还有活动龙珠都可以存仓 然后便利性内容另外一个就是 圣物跟娃娃探索结束后 当你的圣物完成探索或者死亡的时候 可以使用这个批量同期 一次将所有的东西回收并且重新探索 第三个是新功能召唤物的外观 可以选择简化或是维持原样的 能够调整的召唤物有所有的法师召唤物 还有妖精的精灵守护者 还有白金死亡骑士的召唤 接下来讲到的就是女神的祝福 这个功能会在你死亡买趴结束后 会额外跳出一个视窗 那这个消耗的费用是你该次死亡钻石的30% 作为恢复的代价 会跳出这个女神祝福的视窗 条件有第一个是免费恢复趴数 第二个是钻石恢复趴数 第三个是使用救护证书 你用天壁恢复还有其他类型的恢复 都是不会跳出这个第二阶段的视窗的哦 以下几个地方是无法使用的 第一个就是试炼之塔 第二个是解蒙副本 第三个就是攻城战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女神祝福 它会有个额外的称号叫做祝福骑士 这个祝福骑士会在你每周结算的时候 依照你伺服器使用最多次女神祝福的人 给予这个称号 并且它会获得无视PVP伤害减免的能力 那么接下来讲到的就是 本周韩版周末制作的内容 那我快速讲重点 只讲礼包跟粉末的部分 好首先它使用 加3000高粉跟3万个名誉币 可以兑换一个加3地龙水晶 那使用2000高粉可以兑换一个加3的徽章选择箱 好本周还有爱尔摩的圣物补给箱 那这礼拜的制作内容主要是针对全部的西友兰变 还有西友兰娃做兑换 都是使用120万的变身跟娃娃币制作 然后本周还有三个补给包 第一个是蓝龙的综合英雄卡补给包 然后蓝龙的综合硬币补给包 蓝龙的祝福礼包 三个包里面我觉得只有第三个蓝龙的祝福礼包 是C值最高的 这次出的这几个周末制作包 爱尔摩的圣物补给箱里面会有10个高级生物抽卡包 还有10万的圣物币 然后综合英雄卡包里面就是给3张70万卡片 像天上骑士独眼巨人跟 呼拉罕头盔 然后蓝龙的综合硬币补给包里面会给你四色币 各30万全都获得 最后一个蓝龙的祝福礼包 内容我觉得是C值最高的 里面有10罐祝福圣水大罐的 还有高级粉末3万 龙之钻石1000颗 还有龙之圣水60罐 那这个供应标 有人会说你跟上一次蓝龙的综合硬币卡包比起来的话 到底哪个C值高呢 当然是上一次的 上次是过年发送 所以有过年光环加持 这一次的东西 它价格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少了一些内容 我们看一下上一次的 上一次的叫做蓝龙综合硬币补给箱 里面是四色币各15万 还有额外给你一个综合硬币卡包代币 等于说它多了一个卡包 它这次30万价格是两倍 没错可是少了一个卡包 所以这个老实讲是比上次还要不划算一丢丢的 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内容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